美伊的最新进展来看到了 就在今天清晨连续发动两波 针对在伊拉克境内的两处 美国空军基地展开齐席 川普说一切都好 真的都好吗 恐怕不太好 伊朗官方证实 他们发动了这次的攻击 同时重点是 居然他们说已经取下了80铁人的性命 还有200多个军人受到轻重伤 更重要的是基地里 有为数不少的直升机 同样受到重创 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伊朗说他们有13套的剧本 到底哪一套的剧本 让美国最最忌惮 先别管这些 消息一传出 对 中博已经油斤万两了 是 我想其他世界各国最关心的是 美伊一旦真的开战的话 先看原油 我们知道布兰特原油 现在价格大概在70块上下徘徊 一下回跌到60几弹 一旦现在如果美国真的 跟伊拉克 伊朗打起来的话 那美国一定会攻击伊朗的 它的原油设施 所以你看看现金 油价已经真的是 油斤万两的油万两了 飙到可能预估会80以上 是 可能预估 好 那我们来看黄金 黄金 妈妈应该还记得 上次1600元是什么时候 是2013年的事情了 可是他们说 现在已经飙到1600几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反映 国际对这个美伊战士情势的不乐观 所以这个大家现在开始 黄金就开始有这个安全机制出现了 好 就一下我问 为何油金开始标 黄金是因为大家对不安定 所以必须要买黄金避险 那油呢 你要知道啊 伊朗的本来就是这个世界 油资源的排名第四的国家 它现在有1500亿的油的存量 油桶的存量 它每一桶的这个成本才1块美金 换句话说它赚很大 你知道它一个国家 伊朗这么大国家 有六成的收入来自于这些油 一切都明白了 所以今天如果是川普 他袭击了他的产油的设施 重中之重 那就是打到伊朗的软肋了 问题是伊朗会怎么回击 他端出了13套的剧本 我们接下来来告诉大家 川普的这一次的袭击 斩首伊朗的二把手 恐怕真捅到马蜂窝了 没有错具象 川普现在一副都好像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次杀的是人家伊朗的 非常重要的一位指挥官 苏雷曼尼 你看苏雷曼尼他的丧礼 这是他在他家乡 光丧礼去送葬的队伍 密密麻麻从空中拍 就有56人互相踩踏而死 上千人受伤了 你看这个画面 这只是个丧礼 神一般的人物 对 你还不晓得你捅到了马蜂窝 就像你要去想 死了一个伊朗的民族英雄 群情激愤 结果无独有偶的 现在从德黑兰飞往乌克兰的一架 波音737的飞机 砰一下他最终 176人已罹难 那你这追击是什么原因 伊朗马上挑出来讲 我跟各位说 是技术可能或者人为 怪了 怎么那么怪 飞机的残骸都还没拼凑起来 你马上此地无垠三倍两 你就先找个说死 你不觉得这实际很敏感吗 好 还没喔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伊朗说 我13艘的剧本要报复你老美 只是说说而已 告诉你 导弹出来了 包括他的这个弹道导弹 我们想说的这个空局 在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空军基地 15枚 咻咻咻 马上飞过去 15枚飞过去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央司令部现在得到的情报 说有4枚在空中爆炸 OK 那它是这个空包弹 它没有打到 可是另外11枚是有打到的 包括它巴格达以西的空军基地 还有另外一个 巴格达以北的空军基地 一个中10枚 一个中1枚 总共中了11枚 好 传卜说一切安好 可是不是维亚巨像 你该不讲吗 伊朗已经出来说 你死了80个起的美军 真相只有一个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 我们请导播再给我们看一次 那个火光 那个火焰的尾巴 中国来告诉我们 这个是今天清晨发动的两波奇袭 没有错 针对美国的空军基地里面的设施 这个火焰的前方 它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杀器跟武器 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 我顺便看了这个画面跟大家讲一下 你晓得吗 伊朗它所发射的这个弹道导弹 根据他们中央司令部得到的情报 很可能就是使用 法塔赫313弹道飞弹 这法塔赫313弹道飞弹 别小看它 它可是麻雀缺小五脏军权 它最大射程虽只有500公里 但是对于打击美军在伊朗附近的 包括伊拉克 其他这些跟美国友好国家的基地 绰绰有余500公里 不止 它的打击精度低于500公尺 它靠卫星 所以它的制导系统非常的精准 500公尺以内 我坦白说 你一个空军基地这么大 我误差不要超过500公尺 大概都可以造成你 你说80个美军伤亡 川普一口咬 我定说完全没有 但是伊朗现在信誓旦旦了 因为11枚是炸到你的基地去了 海枚它还可以 攜带多种的弹头 我讲了伊朗在这个 5系弹道导弹的这个方面 这绝对可以让美军的空军基地 盲刺在背的 好 但是我们所说的13套剧本 你看到了弹道导弹 你可能觉得它不好惹 那如果我想到火箭弹 你一定觉得 那这火箭弹就没什么好提了 都讲弹道了 还提什么火箭弹 它应该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最没有杀伤力 最low的剧本 最弱的剧本 错了 我告诉你 这个3D武器 什么叫3D 就是低价格 低技术 低操作人员素质 3D 3low 却反而是让美国阿兵哥最怕的 为什么 我告诉你 107mm的火箭弹 或者是63mm的火箭弹 这两个火箭弹 只要他们简单的 伊朗的民兵也好 亲伊朗的民兵 或者是他们圣城旅的游击队 一旦他们如果像鬼魅般的出现 他只要几个铁管当导轨 再几个电线当火线 砰一下就射了 你晓得吗 而这一射 这我刚讲的3low 这107mm的火箭弹 这种3low的一旦射出去 你可能就有百万人躲进防空洞 所以最弱的剧本 你现在听起来 你还真觉得它弱吗 看一下我们上去上面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美军 陆续在巴格达附近 所缴获的这些3D武器 射程有8公里不远 但是它所造成的7.9公斤 高包弹头所造成的杀伤力 足以让百万人躲进防空洞 这么简易的设施 却让美国阿兵哥闻风丧胆 所以我们看到了 它的价格最低 成本最低廉 可是最难防 却能造成最大的损伤 这是我们讲的不对称作战 回到那13套剧本 哪一套让美国最心惊胆战 我们跟各位报告 今天一件事情诡异的发生了 苏雷曼尼遭到了狙杀 而他所统领的拳头部队 这一支禁旅居然一夜之间 消失不见了 是 好 我们刚刚讲到 美国面对这13套剧本 你看到前面的都是拳头 可接下来你要面临的是 他们真正的阿兵哥 他们的指挥官 现在被你这样给炸死了 而圣诚旅一夜消失 以色列就跳出来讲 以色列情报局就说 你以为圣诚旅一夜消失 是怎么样害怕躲起来了吗 现在是这个没有领导人 所以他们慌乱 不是 他们现在得到情报是 已经进伊拉克 他等着在13套剧本里面 等着上菜吗 已经在伊拉克境内 已经潜伏进伊拉克境内 要进行秘密的斩首任务 所以斩首任务大家都很清楚 这就是他们伊朗惯有的 暴富的 写在写还 好 那结果呢 现在包括美国为首的 57国的联军 当初本来都是这样负责来 剿灭爱死的嘛 对不对 这些57国联军呢 现在也不得不躲进美国的基地里头 来暂时避避风头 好 那你会讲 这圣诚旅到底有多厉害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看火箭弹三楼 不要看圣诚旅他们穿着装备 感觉好像是半职业的 你错了 你知道这圣诚旅啊 他当初是怎么样的一战成名吗 记不记得1984年 当时两伊战争 海巴尔战役 好 你听起来也许陌生 我直接讲个白话的 那时候从巴格达到巴斯拉的公路 本来伊朗他的这个情势 是对这个跟伊拉克对战的情势 是偏下风的 但是他竟然能够把巴格达通往 巴斯拉的这条公路给收复 然后还把南方的一座大城给收复 靠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圣诚旅的 这个兵王部队 王牌部队 而这个特种部队 在海巴尔战役一战成名 美国也跳出来说话 他们对圣诚旅怕也恨之入骨 你知道原因吗 因为他说 根据他们历来的统计 美国的国务院的统计 圣诚旅已经狙杀了他们美国士兵 超过百名以上 一千多个人死在受伤 百名以上的士兵死在圣诚旅 这些我们讲的特种部队手上 好 这个特种部队 怎么样去找他们的精英 也很有一套 你知道伊朗他们散布在 他们中东地区的各个情报分支 他们会去找哪三种呢 第一种是直接从他们的 革命卫队里头找优秀的军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会去从民兵组织 包括这一次等于美国公售 把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送给伊朗 这种人民动员力量 就叫民兵组织 第三他会从亲伊朗的其他国家的 民兵武装力量去找寻优秀的军官 而这军官在被各个伊朗的情报分支 知道之后秘密的搜网情报总部 情报总部你看 这军官优秀 这军官优秀 然后就会开始秘密的召唤他们 把他们征召而来 征召而来做三件事 最优秀的你就做游击队的队长 次优秀的做游击队的小组长 而其他的他可能不一定很会打 但是他很聪明的就做他们革命卫队 什叶派的顾问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一次的川普袭击 伊朗二把手苏雷曼尼真捅到马蜂窝 最怕的是以牙还牙血在血还 你用什么驱杀人家 无人机 我们就来看伊朗的无人机 放眼中东无人出其诱 刚刚讲的都是陆战 但是决战中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波斯湾 你晓得吗 连波斯湾他们的这个无人机 都有办法让你的美国第五舰队如坐针瞻 为什么呢 你晓得2019年3月也不过就半年多前 当时伊朗在波斯湾就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无人机 叫蜂群演习 为何叫蜂群 它要让你美国知道 我无人机就像蜜蜂一样紧盯着你的航空母舰群 我这些的无人机一旦出动 结果让美国看了之后气得牙牙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无人机竟然全部都是以前过去 它阻惑美国无人机这逆向仿制出来的 包括我们之前无人机 美国的包括像是你知道熟悉的MQ1或MQ9 而RQ170也被他们仿制出来 来 观众朋友看一下我这图卡上的这个 雷电隐身无人机 它就是RQ170去逆向仿制出来的 这无人机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我告诉你非常特别 它起飞方式是靠螺旋桨还有汽车助跑 它没看过 它也放在车上 可是它一旦飞上去巡航的时候 它是靠喷射引擎 它降落的时候又有它降落的一套 那还没它还搭了两枚的小型炸弹 是 好 这个雷电的隐身无人机又逆中不止 大家看一下你画面当中 它的体积是不是很小 那你为何叫蜂群 很简单嘛 你想想看我刚刚所说的 一旦你美国想要从第五舰链的 航空母舰群发射弹道飞弹来打伊朗本土 这个蜂群蜜蜂 就直接把你这支大熊叮得遍体鳞伤 好 还没 我再来大家去看第二个无人机 叫见证者129攻击无人机 见证者123的攻击无人机 搭载了四枚的345滑翔制导炸弹 听到制导 直到有卫星在导航 但是呢 它还有八个字 让美军看了会闯 就是见敌必杀 无所顿逃啊 这么精准的轰炸 现在这些无人机的风群 3月就展示给你看了 你第五舰链当时在演习的过程 他也暂时停止寻意去避难了 所以这次美国面对了这13套的剧本 没有什么最怕与最不怕 其实每个都让川普如作正战 dj